这个礼拜大概就三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这次的苏州舰052第一对于钟云浩的拦截 他已经告诉我们就是台海已经解放军的态度就是彻底的接管 因为这次的拦截我觉得我们都没有注意到就是 他不只是第一次在台海当中对外来军舰的拦截 这史上第一次解放军第一次在台湾海峡进行拦截 南海是发生过几次 台湾海峡第一次 第二个就是说这次的拦截不是在海峡中线西 是在以东 钟云浩跟着蒙特罗浩是沿着台湾的这边的海峡中线以东上来的 他是在台湾附近的海域进行拦截 拦截完了之后不止在台海第一次 同时把整个台湾海峡都到它的管区 这跟四月底的那个事件 我觉得大家谈的非常少 四月底的时候大陆的大陆因为因为区域性的气候不良 以至于上海飞香港的MU505 以及后续的一系列的航班 他已经不走M503航线 他直中直接从金门的上空飞飞过去 直接飞过金门上空 根本就已经不把你当一回事情 他正在表现出他对于整个台湾海峡的总体的行政管辖权 我觉得比较值得惊讶的是说 这次拦截事件之后 美国到现在为止没有发布 它被拦截的位置 解放军也没有发布 而台湾方面不但没有发布 连屁都没放一个都没有坑气 不懂为什么 你的整个台湾海峡都已经被接管 海峡中线去年 你腰培洛西来的时候就不见了 第二个就是刚刚讲到 因为这一议题是很多样的 刚提到就是说海底电缆 密克罗尼西亚你可以忽略不计 太平洋当中有三个岛国 基本上面是美国养的 它不能算是个国家 一个是帛琉 一个是马绍尔 另外一个是密克罗尼西亚 这三个都是跟美国签有的协议的 换句话说它的海空运 都是美国可以单独使用的 而且排他性的使用 密克罗尼西亚以国家之名 所发动的任何的行动 就跟马绍尔一样 它一定是偏美国的 一定是破坏美国以外的其他的国家 在整个南太岛国当中的利益 唯一的一点就是 有关于海底电缆的竞争 现在非常的激烈 未来中美之间的竞争 就是一带一路加网路 一带一路加网路 网路海底电缆的部分 将来的海底电缆 地球上面现在四百多条海底电缆 你可能不知道过去 过去亚太地区的海底电缆 必经的中心是香港 现在香港自从收回去了之后 这些的海底电缆慢慢的都转移到 第一个台湾 或者是其他的位置 已经正在往太平洋的深水区 靠 现在中美之间 未来的电缆可能都是独立的 中国跟美国的网路使用量很大 你知道这两个国家之间 没有一条海底电缆 是直接是互通的 大家在电缆 网路上面的深刻的不信任 最后我呼吁大家留意一下布林肯 布林肯会不会访大陆 我不知道 因为中美关系变数很多 可是布林肯如果这个时候访大陆 他见的层级越高 对台湾来讲的伤害就越大 而所有的欧洲国家 只在告诉我们一件很清楚 台湾人不要做梦了 欧洲国家告诉你三件事 第一个北约不会到亚洲来 那是北约的条约的限制 北约的条文 你们已经清楚的告诉你 除了欧洲跟北美的国家 受到伤害如何如何 他们会介入 其他的没有 第二个 既然中国的都已经 现在是欧盟欠中国 中国正在调解 欧欧在战争 你认为北约会有任何表达 对台海积极要介入态度吗 那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第三个 现在的欧洲 根本没有实力介入亚洲的事务 其他的国家 他们都敢 你看到美国呢 确实去打阿富汗 欧洲国家 北约国家 兴高采烈的跟后面 你看去打伊拉克 兴高采烈跟后面 大哥在在前面的杀人的时候 他在后面的当拉拉队 可是呢 碰到中国的时候 他是一定闭嘴的 台湾海峡的问题 我们要自己处理 这次布林肯 如果真的到北京去了之后 那就是国民党的学问了 国民党必须要看清楚 中美之间 为了只要布林肯登陆 他就告诉你 中美之间对2024的 台湾选举的共识 就是国民党的候选人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为了准备 台湾选择 为了特地的新闻